哈囉 大家好情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One Piece 榜 梯拉爾小玩 那最近基本上因為我們賽季已經極限接近尾聲了喔 所以這邊自己試一下已經爬到我們SS位階了 那下一個賽季的話 我們就來開始為我們純篇來做一個爬分的這個環節 那以前基本上我也玩過這個砂糖 那這一次改動了這個砂糖的話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因為砂糖一開始的時候T哥也蠻喜歡的 因為他可以把別人變成就是那個 變成就是我們那種小玩具啦 然後就是一段時間可以讓他們是沒辦法躲保或幹嘛 其實玩起來還算是蠻爽的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砂糖究竟我們變得更厲害一點點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因為我們已經爬到這個SS階級了啦 所以應該又可以再放縱了的玩一下 但是如果輸太慘的話呢 那又要再重爬了喔 所以這個也是要小心一點點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紅色守衛者 砂糖 來看一下喔 紅色這邊 然後羅寶一樣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羅傑 然後這邊砂糖的話我記得是紅薯的應該沒錯囉 有 沒錯 紅薯90等 他才90等而已耶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我覺得他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可以把別人變成玩具啦 所以我自己個人也是覺得挺有趣的 而且他有點偏向於就是反擊類的那種角色 反擊類的角色基本上就不用擔心就是 那個自己走回操作很爛什麼之類的喔 然後最近基本上有玩家 有這個觀眾留言說可以幫我看看 就是我這邊的這個帳號可以幫我用獎商 喔 歡迎寄信給這拼 好不好 歡迎寄信給這拼 好 第一招這個獵頭人偶 對遠距離已經發展的敵人造成損傷並擊被敵人 近人發展的敵人造成損傷並擊被敵人 近人發展的敵人造成損傷 此外對造成損傷的敵人已經繼續賦以這個玩具狀態喔 就會變成把它變成玩具 反擊失敗時近人發展的敵人會受到敵人攻擊 使對近距離的敵人造成敵人損傷 此外已經繼續賦以這個... 變成玩具狀態 然後技能發展的時候就進入無敵狀態 玩具狀態無法進行移動以外的操作 輸入的方向會被替換成不同的方向 無法從高速跳下無法干涉財寶群 然後進入無敵狀態 陷入玩具狀態時一般攻擊或技能被取消喔 一場狀態賦予的沙塘被KO或陷入暈眩的狀態就會被取消 然後反擊成功的話技能發展機率是100% 然後效果時間是持續8秒 487的攻擊率 然後反擊失敗的話243 然後玩具時發動100 所以其實不管是反擊成功失敗 他都會變成玩具喔 這個... 很不賴很不賴 被敵人攻擊時以5%幾率不予8秒的玩具狀態 所以被打的時候也會 然後被敵人攻擊而受到這個助理被KO的損傷 可使體力回復至15%一次 體力在70%以上時不會亮相且不會被擊飛 並且財寶亮條回復至超過上限50% 被敵人賦予異常狀態化 技能惡的冷卻時間縮短15% 並且體力回復15% 然後被敵人攻擊而受到這個... 包含異常狀態造成之損傷比例損傷時 技能惡的冷卻時間縮短2% 並且體力回復4% 體力在50%以上時受到的則是損傷-30% 包含異常狀態 擊飛敵人時防禦力於20秒內增加30% 不可重複並且體力回復15% 使敵人陷入玩具狀態 實際的E2冷卻時間縮短30% 並且防禦力增加20% 最大增加4% 被KO位重置 被敵人攻擊最大體力60%以上 損傷時體力回復5%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究竟砂糖被強化改動之後有沒有 就是變得那麼的厲害 來 那我們就看看一下 走起 來啦 各位 那我們這把一樣開頭 先來用一下我們的羅甲 先來去奪寶 然後再變成我們這個砂糖 來去做一波防守了喔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 反正我覺得這個羅傑 就是玩到最後的話 基本上還是最後要靠他來頒平 或是頒勝這個比數 因為他的直接強行奪寶真的是太猛了 然後最近基本上我們這個碎片應該 快要可以讓他升到這個 就是五星喔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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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唷 卡洪堅 OK 滾 不是啊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夥伴 我們沒有夥伴要過來那個的耶 WTF 沒有夥伴要過來幫忙一起防守的 我要怎麼搞 怎麼辦 哎呃 我被麻痺掉了 但沒關係 因為砂糖要來去 守衛自己家園 哎不是啊 太慘了 我們這邊全部都是奪寶者 有喔有喔 你看我的玩具兵 砍我啊 完了 完了 被安排了 哇靠哭了 他有人玩煞坡哇 哇 完了 什麼意思 玩具兵推 哎 那我被砍死了 完了 白癡阿 怎麼 怎麼我們家一堆敵人的角色阿 趕快趕快 能救趕快救一下 必須得救一下了 快快快快 快躲快躲 能救救救 我們這邊真的沒有人玩那個防守角色阿 再搞毛線球 我真的 我真的八八滴我被扣的超慘阿 完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砂糖能不能保衛一下這邊 殺到 有點難搞喔 玩具兵 我靠完了 完了 他們都不靠近我這邊 我知道怎麼讓他們那個 那我怎麼讓他們變玩具兵阿 哇 哭了哭了哭了快 快守一下 放鬆守一個 快快快快快 有有有有 羅傑 就最後還是靠羅傑扳回來啦 好險好險 至少好不好 沒有被扣分 但砂糖我們這幾場 完全沒有發揮到他的那個變玩具環節 來來來 繼續繼續 喔 好險好險 有有有有 加分中加分中 至少我們今天玩完砂糖 到明天這個賽季轉換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掉分 應該 再一把 來啦 各位 我們這邊來到這個競技場了 欸 對面也是砂糖欸 對啊 這是砂糖還是 我自己個人是真的覺得砂糖還蠻好玩的 可以變玩具那邊就是沒辦法做其他動作 這個如果變到很多隻的話 可能是爽到一個翻天啦 各位 確實翻天 來囉 唉唷 哇 我原本也想說我可以輕鬆 這也沒有 開躲喔 現在我們這邊 閃避成功 呀哈哈 唉唷 這邊都還可以KO到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趕快躲一躲 海牛要來啦 往旁邊進去 等他過去 然後我們在這邊稍微晃一下喔 稍微拉一點這個血量應該就ok了 要幫忙拉 這個只要拉一點血量出來喔 這個 這個就會很舒服 因為大家可能就很難在這邊 進行一波那個 進行一波躲堡 然後我要進來這邊 躲他們的領地了 閃遲 他有時候這個轉畫面真的很討厭 你知道嗎 超級麻煩 結果那個明明 唉 唉 怕我直接被 被打過來了 砂糖是吧 砂糖掰掰了 趕快先躲一下 結果我這把完全沒玩到砂糖啊各位 完了完了 你先走喔 跟海牛過來 看一下領地 開跑 耶 我快要死了 我快要可以玩砂糖了各位 好 那我們就砂糖 守一下正中夭點位 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我們重中夭點位那個 血量超多的 來了 砂糖拯救一切 不用耶 他們直接被那個 他們直接被艾斯打死了 砂糖還可以把這個血量拉高 唉那 是不是最近強化的啊 還能夠把東西拉高 真的滿爽的 我覺得 來了來了 變玩具吧你 有沒有看到 那個變玩具了 守門變玩具了 他變小玩具了 欸 砂糖可以把這個血量拉高 那就 更無敵耶 超可以耶 因為我原本好像是 原本好像是 我記得不行了 既然可以拉高的話 那 那可以藏住喔 我覺得我個人會滿喜歡的 尤其是 他可以把別人變那個玩具 像 我解那些變玩具的話 應該都會滿輕鬆的 欸 可以耶 唉唷 可以 那砂糖之後可以來試試看 哇 今天直接連贏耶 舒服了喔 各位 嘿嘿 明天就是我們的 卡芬環節拉 喔 卡芬環節拉